總共有45個同學填寫這個問卷 那當然 如果你還沒填沒關係待會再把它補上就可以了 那首先的話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總共 因為這個是複選題吧 我看看是不是複選 單選還是複選 這複選 所以當然你可以選不只一個選項 那我們來看第一個 最多人填的就是84.4% 的人是只是因為複選修 單純只是想要學 取得學分 這比例會不會太高了吧 好像比往年還更高一些些 所以 第二個的話呢 第一名是只是想 第二名居然也是跌破我的眼睛 這好像不太準吧 OK 第二個是這個 我等一下看一下在誰填 那再來的話呢 其他就是對就有幫助 還有就是說呢 因為想要了解 怎麼樣讓這個 我們所學的文學可以 就是比較實用化 OK 因為有些東西 學了之後不能用 真的就是 很悶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以前學完之後我發現 就為什麼學完這些東西 那另外 學理工的同學 又很常問一個問題 那你們 念中文系的 到底能幹嘛 到底 有什麼用 真的我剛開始被問的 我真的牙口無言 不過慢慢我發現 其實倒也不是用不出來 只是說大部分的內容 其實都比較是屬於 形而上的 心靈層面 對於他們學的是形而下的 物質層面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用物質來看心靈 當然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至少啦 我覺得有一點是不太一樣 我 讀完一些 這個 念中文系的東西 我覺得 每次每天都覺得很快樂 有沒有 很開心 但如果你是念一些 物質層面的 比較一些工具的東西 那你會念得很辛苦 好像感覺 很容易 心靈就會得到 這個就是比較容易疲憊 OK 所以那可是問題 不能用嗎 我後來發現 到職場上面 其實有一點還蠻重要 寫作例非常重要 因為很多東西 其實都是寫出來的 但是要有人寫啊 沒有人寫的話 自然而然就 沒有辦法被看見 OK 那待會我會舉一些例子 讓大家知道一下 那其他還有哪一些 想要繼續研究的 好像比較少一些些 OK 那對哪些部分有興趣 可能就是 一些 數據的管理 這個最多 OK 那其他的話 對於Excel的管理 還有那個 就是文獻的 試算表的分析能力 那剛好跟我們 好像還有一些同學 我看不懂 沒關係啦 希望簡單一點 OK 那我理解 那有沒有對未來做準備 其實大部分同學是選擇 有 OK 已經在充值器 所以有危機意識的 還是佔大多數 45.7% 其次的話是不急 不知道 OK 不過我們所學的東西 其實還是比較貼近職場 所以如果 假如你要知道說用在什麼地方上面 我還是建議 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可以到職場上 再有一些企業時期吧 打工的時候其實會非常有幫助 再其他的話準備研究所考試 不過不管是 你準備就業也好 或者準備研究所還是 還是需要把椅子有學好 你會發現 你念研究所還是需要做統計分析 OK 那其他的話呢 這個大概我大概看一下 其他就是 有些同學外系的 外系也沒關係 你可以提出 你假設 其他的話可以加入一些AI 原宇宙 區塊鏈 不過原宇宙跟區塊鏈 慢慢沒那麼 沒那麼紅了 AI最近 最近這一陣子好像特別紅 OK 語言溝通 融入 科技 這點倒是 蠻好 不過你要去 先了解說科技能夠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再去思考說 如果 如果要跟文學結合的話 該有什麼地方可以有個接口 其他的話還有結合 然後 年輕講師開關於 現代文學課 前提 前提 年輕 是不是 關鍵我了嗎 OK 好 沒關係 好 大概是這樣 那其他的話呢 其中期末的 部分 該看一下 好像其中大部分同學是希望繳繳報告 這個我們在 再思考一下 OK 然後期末的話大部分同學也是希望繳繳報告 上機測驗的有嗎 上機測驗分組報告三個 上機測驗好像稍微多一點點 這個好像也是 佔第2名 所以要不就是其實也可以幾個選 一次是 交報告 我好像每次只要講到上機測驗 就是 就是會有同學 OK好了我們再 想想看 好不好 OK 那其他的話呢 大概是這樣子 我大概了解一下大家的需求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大概 就是 來 看一下這門課 那當然我習慣是第1次 先 就是 讓大家認識我一下 然後其實 最早 我會被找 就是 比較容易被找到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寫部落格的習慣 所以Google的話很容易就Google 就排在第1個 我最近好像跳到第2個第3個 為什麼因為最近比較少寫 所以我發現 有寫有差 也就是說寫作例 其實跟Google搜尋到的結果 其實有一個必然的關係 也就是說你經常筆根的話 你就 比較 容易被看到 我發現很少人寫 而且 很少人寫就算了 寫的好的更少 用心寫的也很少 所以你只要稍微用一點力氣 寫的文章不要寫太差 說真的很容易 Google 就會排在前面 所以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要做行銷 中文系真的還蠻受益的 為什麼 因為你很容易Google到 那當然未來 Google可能會被 類似 那什麼 Charge GPT給取代 AI給取代 為什麼 因為Google到的結果 你會發現 它還是個列表 其實很不方便 可是AI的話 它可以讓你很方便 它直接告訴你答案就好了 那你怎麼樣可以讓AI排在前面 其實你要思考 AI其實也是人寫出來的 所以它基本上有一個邏輯性 也就是你了解它邏輯性之後 你就會知道說怎麼樣可以讓別人 比較容易看到你 就像Google搜尋 為什麼可以 搜尋到 很容易被看到 其實有機可尋 OK 所以 其實頭七所號就好了 我發現 很容易就排在前面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要找我很簡單 其實你找吳老師 或者吳老師教學部落格 就很容易找到我的東西 OK 那 再來的話 我剛剛有提到 未來的一些新的科技 象徵就是新的機會 那新的機會 其實就象徵什麼 新的高薪族群 有沒有剛剛提到 為什麼那些人 為什麼 薪水特別好 主要原因 他們 大部分 都跟這些內容有關係 哪些內容呢 第一個 AI 所以未來 你如果希望 加入到那個高薪一族的話 你大概 至少這些概念 一定要了解 第一個的話 什麼叫AI OK 人工智慧 到底可以用在什麼地方上面 當然最近有個火熱的話題 有沒有 Charge GPT 你在YouTube上面搜尋 Charge GPT 哇天啊 任何網紅都可以跟那個 沾到邊 有沒有 連那個吃喝玩樂的YouTuber 也拍 我想說跟你有什麼關係 結果他也要沾 所以人工智慧 你會發現慢慢發酵了 不過他那個資料有一個問題 因為他那個 AI的訓練模組 資料好像到2021年 所以你2021年以後的資料 好像就沒有 這一點可能 不怕他沒有更新 另外的話就大數據 剛好你會發現這個 ABCDEF 其他還有像雲端 像一些 辨識 不一定是人點辨識 像一些 什麼 資料的辨識 影像辨識 聲音辨識 甚至是一些工廠裡面的一些 這個這個 產品的辨識 其實都會用到這感測資料 其他還有像電動車 因為像 歐洲國家 2025年 開始就禁止販售燃油車 所謂的禁止販售就是說 你只能賣電動車 你不能賣 汽油車 那你想說那怎麼辦 汽油車就沒辦法賣了 台灣好像本來 希望也是2025年跟那個歐洲國家一樣 可是後來好像覺得做不到 為什麼 如果2025 現在2023 還剩兩年 那那些汽油車賣給誰 對 所以 台灣好像延後到2035 就延後 10年 不過10年後也是會遇到 電動車的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 以後在路上 幾乎都是電動車了 在歐洲國家 他幾乎就是這種現象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跟那個金融科技有關係的 金融科技的話 應該各位都應該 有沒有使用 這些 這個 網路上購物的 我想應該都遇到了 那台灣目前的話 總共 慢慢也走向 虛擬化部分 那目前總共有三家那個 純網銀 不知道各位知道 哪三家 網路銀行 以前的話都一定要有 什麼啦 一定要有 實體的 分行 但是現在的話 純網銀目前有三家 第一家的話就是 應該大家都拉一半吧 有沒有 所以現在轉帳很方便 我最近還知道 我太太說 轉帳給他 那我說怎麼轉 他說你只要用好友的方式 就可以加 所以馬上我錢就轉給他了 我覺得還蠻恐怖的 但我錢很快就全部轉 轉到他戶頭 有沒有 很方便 但是我覺得很恐怖 第二家的話就樂天 樂天就是日本的 第三家就將來 將來是中華電信的 還有三家 其實這三家我剛好都有半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 那 這是我相關的簡歷 那 我大概原則上 我是有 比較多的 就是 這些經驗 業界的經驗 另外有一些 教學經驗 OK 另外還有就是 這個 部落格文章 超過千篇 所以我剛剛提到 如果你 假設你比較 你想要被人家容易看到的話 其實你可以多寫一些文章 這是我相關的 照片 OK 那得獎記錄 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 這不是很重要 那我的證照三幾張 其中的話也有一張是 跟AI比較有關係是 Python OK我考了兩張 然後 再來我有我自己的YouTube頻道 目前訂閱人數這個早期是兩萬多現在已經接近四萬 OK 然後 相關的書籍 那今天的話 原則上 我想 第一次上課 所以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說 原則上其中 考之前 我的想法是這樣的 就是說 比較簡單的就是說 請各位 連結到剛剛提到那個 就是 GG.GG PPT to Excel 那後面的話 基本上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第一個單元就是有關證照的部分 那我 剛好看到這個證照考試裡面的題目 剛好蠻符合我們上課 所需要用到的 而且 如果將來你假設 在畢業之前 你希望有一個 第三方公證單位佐證的一個 證明文件 其實它也是一張證書跟你們畢業證書蠻雷同的 就一張A4紙張 證明說你Sale是在行的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證照的部分稍微再 說一下 所以請各位待會第一件事情 稍微把這個 題目部分 我已經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那你大概可以看一下 那基本上 如果你要成為一個 至少 讓人家覺得 你Sale基本上是 符合 業界需要的話 你應該 需要具備有哪一些 這個技能 第一個的話 你會發現它總共分成幾類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三類在這裡 第三 第三類 在這裡 第二類 第四類 第五類 總共我記得這五類 OK 那其中的話 第一類比較基本 就是一些 考你會不會一些基本的函數 跟格式設定的能力 這是第一類 第二類的話 就是基本的邊修 跟列印能力 這第二類 所以第一類 第二類其實是比較簡單一些 至於詳細內容 自己稍微看一下 那第三類的話呢 我覺得 就更近切 有關 統計圖表 其實這個跟什麼 跟那個資料的視覺化 很有關係 你要怎麼樣可以把一些大數據 變成一個 淺顯易懂的一個 圖表資料 那你有沒有這個建立的能力 比如說一堆資料 那你怎麼樣可以讓我看到趨勢 你可以畫個折線圖 有沒有 那如果數量的話 你可以弄個直條圖 比例的話 你可以用個圓形圖 一目了然 但是你要怎麼樣做到 這個我想第三類 我覺得這部分 其實還蠻重要的 那第四類的話 就進階的資料處理能力 跟分析能力 這個當然有一些其他進階功能 那第五類的話呢 就是進階函數 跟正列 所以 當然呢 越後面的 類別 難度越高 那所以 我在想說 也許在 其中考之前 我想我們就是 主要就是針對 症狀考試部分 做 內容 然後每一次上課 也許大概解個 一題、兩題、三題吧 看實際上的進度 然後呢 針對這個症狀考試的題目 我們細部再說一下 你應該知道 可是你卻不知道的一些相關技巧 然後 但是前面部分可能比較沒有牽涉到程式設計 那 再來也許 後面 就是其中考之後的話 我們可能會牽涉到一些程式 也許我希望 當然也不要這麼簡單 如果你要進階做一些資料的分析的話 是不是可以再寫一點簡單的程式 讓你的效率提高 OK 所以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請各位 第一個先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題目部分 那第二個的話 練習題在這裡 那總共這邊 他有幾道題啊 你可以看到總共有 都是雙數 102 104 有沒有總共一到110 所以一類的話有五題啦 就是 雙數題部分 那需要用到的題目在這裡 練習檔 所以你們待會可以把這個練習檔 把它下載下來 並且解壓說 裡面的話就是需要用到的練習檔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